兩位,不如說一下你們的角色 裡面多不多電視劇 你先回答 這次,我跟他合作了很多電視劇 或者其他綜藝 這次是最少的 大家對困 我想都是幾場戲 我的主力就是跟Ken哥 和Amy,家庭戲比較多 我主要跟Ken哥 和Archie 因為我們有一段時間 是Ken哥入了我家居住 我和他以前有跡落的恩怨 大家在一間屋內互相鬥發 我兒子Archie 在中間做一個 這邊又苦摸一下 那邊又安慰一下 驗仔 剛才聽你說 是否說角色是否要做個問題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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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我自己好像是穿多幾隻襪子 令到雙腳有些高低 而且你紮得緊一點 你走的時候不太自在 因為他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兵 其實他是當年被人打了雙腳 其實已經治好七八成 當然我是不會是Ken哥搞我 所以才有之後的恩怨 但是那個腳不是重點 其實不是一個重點 反正我因為自己的腳斷了 就想好 就去學治骨 變成了我在戲裡面 我就是一個骨衣 果然是否要再研究一下理論 有嗎 都不用了 都是這樣 很夠氣 是呀 是呀 那些鐵打你說成這樣 兩位和Ken哥都應該有很多對手戲 我剛才看到很貴 有活力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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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得多 因爲我和Ken哥都拍過幾部 那麽我覺得是 這麽特別多戲 他會有個好處 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Ken哥會 普通我們一場戲 可以這樣做出來 他可能說 大家再配合火花這樣去做 這場戲真是又精彩很多 那麽所以很多東西是 你無形中去吸收了很多 很多東西 還有跟Ken哥 是我們以前的偶像來 正如阿蕭都說 我們看著他的戲大的 你可以和他拍攝其實是一種 以前是幻想 怎知現在實現了 我講完了 你還有什麽說 沒有 謝謝 哈哈哈哈 忠心忠忠忠 你應該是Ken哥和阿蕭 你真是不說 兩個半年代 我們中間日本的手段 這部戲給我看到 Ken哥是很用心去教一些新人 我覺得 你遇到這樣的前輩 他提點你 和你自己去拍三年戲 都是這樣演 這是兩件事 他會告訴你 每一場戲為何你要這樣做 我覺得新的阿蕭 或者是阿Yuki 都會比較得意多 因為我見Ken哥在現場 都給了很多意見 給了很多意見 我覺得 是令到部戲好看了 是令到他們很快去進入角色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 加上有一個老如一寶 有一個前輩在這裏 對所有的演員來說都是好事 所以就是說 剛才你說 他和阿蕭和Ken哥 有什麽分別 Ken哥是我們很尊重的 阿蕭太新你會欺負他 這裏我不在媒體前說這裏 但我想在這裏說 其實阿蕭太新是一個 非常之 一個很乖 一個很令人欣賞 很多人喜歡的一個藝術 他聽你說很有禮貌 很準時做了任何功課 我覺得是真的比較少見到 我很開心 好似我初一出道時 好似 是 找完 他怎麽似 怎麽似 他參加歌唱比賽 大家差不多年紀 其實出道時都差不多年紀 我當年 唱完之後開始演戲 變了今次 還有他 剛才阿蕭說了 我很少見一個新人乖得那麼緊要 很聰明 聰明 配合 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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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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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聰明 聰明 它自己都有很多 最多是你 是 新人正常 聽人正常的 但她是進步得很快 你由第一天跟她開工和我們拍完 你見到她的進步 Yuki 阿蕭 她的進步得很多 我都看到 一開始她都教回她們的新人 後來都不敢教 已經比她厲害了 對呀 有沒有反駁愛玩 她這樣說你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反駁她就有說多一點 你早前都很開心 外賣出你這份愛 可以的 開心事 家裡最好就有人多些開心事 大家又可以聚會 一起聚一下 你弟弟 女兒呢 大家覺得 都很有見識 這樣就不是 在我角度不是什麼英俊 英俊 反而是爸爸是英俊 爸爸是英俊 現在的小朋友 笑什麼 開心 小朋友特別高 其實任何事情有她自由發展 但多謝大家讚她 我不知你是什麼爸爸 讚親兒子就是讚她高 欠虛 你就是讚她高 很乖 我和太太 翠如 我們都去她吃飯 她兒子很乖 女兒就比較跳皮 跳皮 有趣 是吧 乖 可能怕她爸爸 因為沒有罵她 她有禮貌 真的有禮貌 她不會說自己躲在房間就不見人 她都會和我們在一起 嗯 你都是嚴貌 我 我是比較嚴重的 比較嚴重的 這部戲 有什麼爭議的期望 或者想給觀眾 什麼信息 其實呢 其實呢 我覺得 我們這次這部劇 有些信息帶給大家 其實是 在我來算 我覺得很多親情的事情 可能爸爸 和家裡的子女 有些甲膜 有些誤會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 產生了 你不知道呢 然後大家就反感 那這部劇 有很多事情 可能大家退後一步 去想的事情 整件事就可以改變 其實是幾有意義的 因為現在比較少 電視劇 是關於親情方面 寫多些 這次在我的部分 會比較多 那 第一次正式 是在劇集裏面 做爸爸 雖然是繼子 他是我哥哥的兒子 但是都是由小 照他長大 但是我們就用了一個 比較輕鬆 好像兄弟的方式 不如他叫我勇仔 他不叫我做爸爸 的方式去和Archie去相處 那變了 都會幾多 就是兩父子的輕鬆 在家裡發生 又進步了 做爸爸 然後做爺爺 有些小朋友 會幾開心 但是 其實很難幻想 因為他已經是二十多歲 我想他第一次是二十多歲的兒子 這個很難想像到 但是你有沒有心動 正常 正常 我們都很隨緣 因為拍完這部戲 其實做爸爸都是一個責任 你做得好不好都是 有時候看到一些不好的例子 又不想做都不好爸爸 我不是說你 不是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身體檢查一下 看看 OK的 適當 大個兒子 適當 其實現在和小孩子相處 我想都是會比較自然一些 好像他跟Archie 其實可以是兄弟式的 朋友式的溝通 是好一點的 我是 都OK的 你說是不是嚴負 當然做錯事 我會罵 不做錯事 你沒事 大家OK 關係很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